警告著彼此放聲大哭 不敢相信最愛的母親成了冰冷遺體 屋外拉起封鎖線 大批消防員不水線灌救 十一號晚上十一點多 台東東河鄉發生一起人輪悲劇 七十八歲的潘姓阿公 不滿六十三歲的張姓童居人 要去參加阿美族瘋年紀練舞 爆發激烈口角 阿公一時情緒失控 拿刀砍傷阿嬤 二十一歲的孫子聽到爭吵聲 走進房間想要勸架 沒想到也被砍傷 而阿公砍完人之後 還是怒氣未消 隨後將家裡倒滿汽油 拿起打火機一點 整棟房子瞬間起火燃燒 不滿同居人想要外出跳舞 憤怒朱夏一把火將跟自己同住 三十六年的同居人燒死 阿嬤的女兒得知消息悲痛萬分 難過表示阿公平時限制很多 兩人其實經常吵架 目前這名潘姓阿公 已經被警方帶回派出所進行偵訊 並且查扣打火機等證物 而他全程面無表情 坐在所裡態度相當冷靜 目前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帶火釣人員調查釐清 只是本該是快樂的瘋年紀練舞 卻變成殺人的倒火線 再多的呼喊 母親再也回不來 三新聞往後面黃世函 台東從我們報導